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u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在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马来西亚Sunmay Pyramid里面 这间新开的钟表店 这个讲读起来有一点气了一干 所以要读慢一点 Brilliant Watch这间新开的钟表店 借小刚拍摄这一只手表 那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品牌 例如这个美度啦 MIDO 波波尔 豪利斯 Expedition 这些等等很多一些品牌 让大家逛一下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分享的也是很多朋友 一直要求小刚做的影片之一 也就是这个非常火的 Casio GM2100和这个GA2100 也就是民间称的这个农家香素 那不锈钢金属表刻 和全塑胶缓冲carbon core表刻 哪一只最适合你呢 最后小刚还会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心得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目前不论是旧款的全塑胶缓冲carbon core表刻 或者是这一款不锈钢金属表刻 在市面上都处于非常火的状态 那小刚自己也非常喜欢 就好像你看女生戴非常的酷 男生戴起来也非常的有心 那最重要是G-SHOCK出玩零的耐用又粗用 那这点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那说到GM2100最新的是2021年发布啦 大家也知道 而GA2100是2019年发布的 那售价的方面呢 旧的售价是马币500左右 但也因为太火了 曾经一度炒到大概马币都要整千块去 那现在新的金属表刻的款式呢 马币是大概1000左右 新的GM2100由于是金属表刻的材质 所以是没有用这个塑胶缓冲carbon core的 这也是和一些其他用着金属表刻的G-SHOCK是一样的哦 那但是不是一样值得买 还是一样耐用吗 不用怀疑答案绝对是哦 原厂用的这个金属表刻材质呢 已经比塑胶材质更坚固更耐用 更不用讲G-SHOCK在这个讨论耐用性方面 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在旧的款式GA2100全黑的这款 虽然是全塑胶 但也表现得非常出色哦 那你看一看它之前的销售额 就是最好的证明 农家像素之所以可以那么多人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它不像大多其他款式那样厚和大 而且表盘也相对简阅 这外形就像是一个更成熟更适合日常佩戴的粗用通勤表 那在厚度上两者都一样 不到12mm的厚度 也成为了最薄的G-SHOCK手表 那在重量测试的部分呢 全塑胶的老款是大概在50g左右 而新款的则是大概在70g左右 两者上手都非常的舒适 不过佩戴起来呢 金属表克的新款呢 确实给人有更高级更成熟的这个手感 就好像一个更懂事的孩子 那在表带方面呢 也明显感觉得出新款做得更加成熟 那塑胶材质的老款呢 则有塑胶缓冲Carbon Core Guard的有势 技星方面 两者都是一样用的这个G-SHOCK5611 这颗模组 那说到这里有些人就会想 我买全塑胶材质的老款 然后改装一下不就好了 那你就错了 小刚自己也有改装的这个G-SHOCK 那Transformer这个限量版就是其中一款 可是小刚想讲了 原厂推出的做工和质感 是外面的改装配件 肯定给不到你的质量 有玩过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